小朋友終於放暑假了 趁今天人齊做一頓好東西給大家吃 有小朋友很喜歡吃的五樓炸彈 擺酒才吃得到的芝士龍蝦衣麵 鮮甜無比的高蟹粥 爽口彈牙的喳喳白線煲 泥湯做個花膠煲雞 第一步是發花膠 花膠只浸泡就不夠 先蒸一蒸 放幾片薑一起蒸就可以了 吸蓋蒸10分鐘 蒸完花膠就變得很軟身 變得QQ彈彈 再用純淨水或凍滾水浸泡 所以煲花膠雞就要提前一晚準備 這樣發出來的花膠才夠帥 放冰箱浸一晚 天氣熱買菜一定要早點起床 煮一碗潮傘湯麵就很聰明 中午那麼多菜就不用吃那麼飽 但如果不吃又沒力煮菜 真誠除荔枝美之外 龍眼都不差 食荔龍眼清甜又爽口 龍眼就沒有荔枝那麼上火 一次吃3-4斤也不怕 再去市場海鮮區看看有什麼好東西 夏天不多想吃飯 今天中午煮高蟹粥來做主食 漂亮的高蟹煮出來的粥就很鮮甜 還未適選蟹 交給熱心的檔主 一定要小心點 如果夾到手真的會痛三四天 110多就買了2個 再煮個細絲好中食的啫啫白鮮 記得小時候去河邊的飯店會點來吃 肉質就鮮甜爽口 不過現在的白鮮就沒有以前的那麼好吃 湯白鮮就好講技術 千萬不要拿回家自己挑戰 同樣交給熱心的攤主就OK 清蒸煎炒炸都很好吃 大隻又多肉的天鵝蛋蒜蓉清蒸 波士頓龍蝦當然越大越好吃 肉夠多又緊實 今天小朋友多就買個大隻的 做個芝士焗龍蝦衣麵 這麼大隻龍蝦當然交給熱心的攤主 將它斬細一點 這樣每個人都可以吃得到 就每次夾一次就沒有了 記得蝦鉗拍一拍 這樣容易吃又容易出味 全部處理好了 這樣回家就快很多 獨自蒜炸白鮮炸完之後 就會變得很憤怒 買一條青瓜做一個涼拌 芹菜和芫荽都必不可笑 通菜就選這種肥比地 吃一身啵啵啵 做一個富裕炒通菜 全蛋衣麵在雜貨店可以買到 五元雞可以買到一餅 不知不覺就買了這麼多菜 少點體力都不回家 浸了一晚花膠已經發得很美 不喜歡煲湯還可以涼拌或炒來吃 放半隻新鮮的土雞 靚雞就不飛水 花膠都全部放進去 再放幾片薑 上湯更加甜 放幾塊飛水的豬骨 紅棗和蟲草花 這個湯真的相當清甜又滋補 大火煮滾後將防抹撈走 再蓋上小火煮一個小時 再煮一個想吃很久的高蟹粥 洗好的鮮苗米用鹽和花生油 搖醃 再放香菇絲和薑絲 再放一堆散莊瑤柱 粥底更加甜 怕焦底時不時刮一刮煮底 保持未滾的狀態煮20分鐘 要洗乾淨白線身上的黏液和黏液 用滾水滷滷 滷滷滷後用手輕輕擦 就可以將它擦乾淨 魚肚內的魚血都很腥 記得要擦走它 這樣處理白線洗身乾淨又不腥 今天我們不煮豉汁蒸盆龍線 煮一個更野味的啾啾白線煮 先將白線切成小碌 想不切鑊 要將鐵鑊燒到起煙再落油 開中火慢慢煎 先不要急著翻它 煎到有少少定型 再將它翻另一面 這時候白線已經有六七成熟 等一陣啾時間就不需要那麼長 兩邊都甘甘地又出油 就可以將裝碟 用盛低的油煎煎獨子蒜 如果有條件炸一炸就更加香 再放薑片和豆豉繼續兜香 聞到很濃的香味 再換成小鍋 將獨子蒜、薑片和豆豉倒入墊底 煎好的白線也倒進去 調味下三茶匙生抽 少許鹽 做啾啾鍋 千萬不要放水 將它煎熟過後吸烤3分鐘 沿著煎鍋倒半杯高度白酒 這樣燒到噴火去聲又震香 煎鍋的溫度很高 酒精揮發制後會變成水 一開鍋真的香到不得了 聽到啾啾聲口水都流了 再慢慢燒到收汁乾身 仿佔迷人的蔥段和青椒裝飾客 一個爽滑野味的啾啾白線煎鍋 就大功告成 再做個解膩的涼拌腐竹木耳青瓜 先貼慢用涼拌汁 具體配備體平膜 最後淋一殼滾油激發出香味 木耳和腐竹提前飛飛水 再加青瓜和炸花生 涼拌汁也倒進去 再加3茶匙香醋和1茶匙麻油就可以了 這涼拌齋菜好吃得來又聰明 做五漏炸蛋 油溫一定要夠高 這樣炸出來的蛋才夠蓬鬆香口 一次炸2-3個蛋 動作快一點 看到有少許焦就把它撈起來 想炸到流心效果就不要炸太久 把炸好的蛋拿乾油份後裝起來 這道菜的靈魂是五漏菜 只放五漏菜就只有甜味 想酸酸甜甜就倒入蕃茄沙絲 調味再加少許鹽 五漏菜本身甜就不用再加糖 炒香後倒半碗生粉水 煮至蕃茄沙絲融化 稠塌塌塌的狀態就可以把它淋上去 五漏菜炸蛋真酸酸甜甜又開胃 大人和小朋友都很喜歡 煮20分鐘的粥底都已經煮好 放一匙瓶仔花生長 高蟹都全部倒進去 再放一大匙瓶的潮傘冬菜 再放魚露就更加鮮 不用放鹽 大隻龍蝦的蝦腦有營養又鮮甜 把倒進高蟹粥裡先上加鮮 給待用大火煮七八分鐘就熟透 高蟹龍蝦粥搞定 高蟹剛剛熟 肉質非常嫩滑 再灑一炸芹菜香到不得了 這個高蟹粥比起我當年在澳門吃的水蟹粥更要鮮甜 現在就開始煮今天的主菜 芝士龍蝦衣麵 家裡沒有油鍋就加多一點油 用大火將龍蝦煎香 這樣炸一炸或煎一煎 龍蝦死身就香很多 炒至鑽色有微焦狀態就可以上碟 下半碗蒜蓉用中火將它炒香 炒至微焦金黃狀態就加牛奶 如果有淡奶油就更加香 因為純牛奶的濃度不夠 再加3-4片芝士一起煮 將芝士煮到融化後 就將龍蝦倒進去 調味入1茶匙鹽1茶匙糖 再加蠔油和松茸蒸提鮮 因為龍蝦比較大 我們蓋蓋煮5分鐘 剛才煮的龍蝦頭放回原位 做龍蝦衣麵汁水一定要夠多 因為衣麵很吸水 如果煮的時候汁水不夠多 淋上去不久就會變得乾淨 有時間可以放上去 天鵝蛋就不用想太複雜 用蒜蓉清蒸就原汁原味 水滾大火蒸8分鐘就可以 岸菜最好吃的做法 就是蕉絲腐乳炒 這做法真是經典又如美 有這道菜可以多吃一碗飯 忙了整天早上 終於全部菜都做好 還有炒魷魚和手撕雞的做法 留下一次 小朋友早已迫得及袋 無論多好菜 廣東人吃飯前一定要先喝湯 煮了一個多小時的花膠雞湯 已經香氣撲鼻 不吃飯而已 喝這碗湯也翻本 喝完整個人都舒暢了 賣菜煮飯雖然挺辛苦 但見到家人吃得這麼開心 都很滿足 吃完飯 搞完衛生 又是時候按摩放鬆一下 妙介不知道你們還記不記得 其實已經關閉了很久 從去年傑哥生日會 就開始介紹給大家 現在出了專門針對肩頸按摩椅 還給我們的粉絲準備了專屬福利 新品的折扣價 蝶加我的優惠券比大速價還要低 還要補兼連加送運費險 很多人的疲勞從肩頸酸痛開始 我經常在廚房炒菜或剪片 時間內頸到肩都是酸痛的 扭一扭還會有聲出 老婆經常都嚇我 如果長期不注意 有了頸椎病 一輩子都看不好 所以有時間經常都會幫我按摩 現在就有妙介來幫手 他有綠些仿人手苦口的按摩手法 後頸抽起來按真的很酸爽 還有兩按摩頭 好像大拇指一樣推按斜方機 剛開始時覺得太刺激不適應 可以從輕一點的檔位開始按 按摩面還搭配了大面積的紅光熱膚理療 熱熱地按起身就很放鬆 他還支持胎絲充電用還有插口 除了按肩頸想按在腰或小腿都沒問題 可以用手拉也可以帶起身 上班做事或臭女時都可以按摩放鬆 無論工作和生活多忙都好 千萬不要忘記注意自己和家人的身體健康 妙介用得安心又容易操作 同類的產品在市面上都要大幾百 妙介新品有折扣 再疊加評論區我的專屬優惠券比大速還要低 還有穩陣的售後補價護航 有需要的炸炸臨落單體驗下 我是小咪爸爸 記得準時吃飯 點火炸 吉朗 本來這裡 豐星 有些負勞